雇主你怎麼在這裡上班 員警上前盤查 結果話才講一半 非法義工突然落跑 直接穿越馬路 跳進大水溝 跌了一跤 趕快爬起來繼續跑 員警毫不猶豫 跟著跳下去 緊追在後 兩人泡在水裡 交彩泥巴 一路上雜草重生 跑起來相當困難 追逐超過100公尺 終於逮到人 原警爬上來 制服沾滿爛泥巴 原來男子在台灣 非法拘留將近兩年 新美土神警方 22號早上巡邏 發現33歲 軟性移工 沒有雇主 也沒工作 靠打零工 四處流浪 結果遇上這名原警 甩都甩不掉 原來他不好惹 山上背心 帶吼裝備出門執勤 26歲的原警王博義 從警6年 有原住民血統 平常有健身習慣 不管是拉單槓 還是深蹲 硬舉 通通難不倒塌 那個排水溝 我也是第一次前往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情況 那我也只是透過 對方逃竄的路線 以及他的狀況 包括說他掉到水中 以及說在草叢堆 寸步難行的狀況 去研判說 我應該是要去 如何的追起 才可以更快的去追到他 當時道路旁的大水溝 深度將近一個人的身高 王博義輕輕鬆鬆 一躍而向 因為不想被遣送回家 移工拼了命逃跑 偏偏遇上魔王級原警 想投還是放棄最好 T日新聞王靖倫 黃靖芬新北市報導